這是前年的這份 好 第甲部第一條 阿廖好 一堂我要解釋成問題 所以不要說那麼多東西 好 第一條溫度計量度溫度的儀器 對 是對的 OK 第二條 物理應的量度 物體中粒子的平均勢能 溫度是否是勢能來的 不是 說了多次了 是動能來的 紅外視是通過測試物體 所發出來紅外視量量度期溫度 對 對 之後第四條 物體的內臨時期 粒子的動能和勢能的總和 對 因為一個是溫度 而一個是形態 兩個能量相加就是總能量 許培昂 聽說了 第五條 肺騰子在液體的表面發生 不是 對 為什麼會否會遇錯遇後 真的 肺騰子會在液體的表面發生是錯的 是什麼發生在這個表面 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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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水的比例量很高 第七條 蒸發必須在100%裡面才發生 錯的 這個是沸騰來的 不容易導致的物體稱為導熱體 不容易導熱體 看得是錯的 好了 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都錯第九條 我覺得很奇怪 真空完全不導熱 真空真的不導熱 真空真的不導熱 真空怎麼導熱 真空怎麼導熱 真空怎麼傳熱出來 怎麼導熱 對 真空是一個住員體 只是寫的時候 我寫了一點怪怪的 大家和我一起錯 好 之後 第十條 也是一條怪的題目 黑色的暗眼的表面能夠有效通過輻射來冷卻 是對的 黑色的東西 黑色的東西是一個好的輻射體 亦是一個好的吸熱體 它可能是冷卻的東西都是很有用的 全部用起來就好 但在機箱中 要在天花板的頂部的附近 讓整間房間出現對流 好 好 好 所以 怎麼知道這什麼是非題是一分條 因為狀 機會成數太大了 所以我不能夠給你兩分一條 所以一分已經很多了 好 十二 十二 套透鏡所形成的像是虛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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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套透鏡是實像 以下四條 已經說了 年年都出來差不多 對 照相機會發派 粒透鏡的像 因為它去像 排不到 輻射是不能不需要透過任何價值的 現存地方法 對的 是 粒透鏡的成像方法總是小過一 因為永遠都是屬小的 OK 好了 選擇題 清亮 第一條 什麼東西最接近 室溫 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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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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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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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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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之右,釋放多少能量,承定是随,承定是随 2分钟还要转到120秒 所以得到答案C18KJ KJ得到1000J,K是1000,即是1800加3.0J 第七条,非用两个单位 不得的话,前前后会有的 自己看吧,答案是B L的单位,比前列的单位就是A 第八条,有人说给我看冬咖啡和热咖啡的比较用量不同 我忘记是谁 但记得是一样的 忘记了,不要提 M,乘以,C,乘以,温度差 由95度到35度,温度差是60度 另一边,0.2KG,5度 所以0.5KG,4度 温度差30度 最后推理结果 AUijn Malhi C,4度$0.5,0,5R C,4度$0.6N C是0.6 N C6便是是B Basucka,C Basucka,Basucka 是C 我们是不知道的 可以写在这里 两边弱了 第九条 下年有关两业物体内临和温度的叙述哪个是正确 较大的内临温度是否一定高一点 内临高还是温度高 诺义登 内临高是否温度高 内临高是否温度高 当然不是 动能高就是温度高 内临是包括动能和细能 说了很多次 如果物体的平均动能较高 温度就是较高 对 两件物体互相接种 否则会由较高的物体全力较低的物体 是温度较高 全温度较低 不关我内临的事 好 第十条 不能增加水滴蒸发率 浅度没有人有 C 对 C OK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我看不明白 20度处于液态的 我们如何设计液态 这些东西就要在溶点和肺炎中间 它才会逆态 有哪个属于这个情况 20度那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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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十五 对 对 对 但会发生在固体里面因为不灵狗移动去不同的地方 没有浅滴 这条题目答案是1对,2对 所以答案应该是1同意 这个是错的,不计算了 之后呢 焦距是这个,但因为粒头镜所以加负号给它是负3 这个是物象,距离是6,所以是对的 但在公式里面,我们计算不了1.85的,所以是错的 好,17条 这个是10,这个是6,形成的象是直立的 直立的象是什么象? 退象,对的 这块是什么头镜? 粒头镜,对的 所以哪一个是对的? OK 等一下,我回答你 所以这个答案是一个发生透镜 而这个答案是C 代回公式B,U.1,V.1,V.1 什么事? 对不起,什么事? 粒头镜,即是火大镜 是 你的眼镜是粒头镜 粒头镜成像总是,连演都好 C C,对的 已经做了什么N万次了 一个物体字,粒头镜前面3cm,只有6cm 就可以算多少 做吧 3分1 3分1 2分1 等于付6分1 OK 和负母 这并且负6分1 那里不写 不写 好 付6分1在哪里? 因为粒头镜,所以加一份字 是给它 15分1 谢谢 但注意,还没做完的 我們要將它返回軟 所以答案是C2cm 凸透鏡的成像 在透鏡和物體之間形成 必性縮小了 會不會變無限圓 不會的 所以答案是B OK 我們用超高速已經完成了 夾月部問題 OK 準備兩條答案是B 之後開始重要的情況出現了 有些同學忘記了這圖怎麼畫 連年都一樣 告訴大家 連年都一樣 只是數字變了 這次的題目 變什麼 高度是10cm 留意這次的招匣變30 和上年份訣不同 30 招匣在哪裏 還給你 先畫兩條 先打橫一條 穿過招匣 插出來 第一條 第二條穿過去 還完 好 一條插回去 對 招匣 虛像用虛線還 還完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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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之後 位置 這個位置是多少cm 15cm 大小 多高啊 5cm 放大率 這個兩格 這個一格 放大率是 錯 0.5 幫你教育分數 對 你說哪一條 一條 什麼 D 原本兩格 原本兩格 現在一格 所以就是1比2 是 新的東西 除回舊的東西 新的大小除回舊的大小 這樣就放大了 雖然D 怎麼知道F 為什麼知道F 因為這裡寫著 招匣是30cm 位置是 大小 大小5cm 因為它一格高 它有一格高 一格高就是5cm D的線性放大率 它將它新的高度 新除舊 新除舊 OK OK 不用乘一格 新除舊 就可以了 轉成小數 對 如果突透鏡的話 突透鏡的增大了 那些就放大了 這個假設是4格 這個是1格 公領是4除1 就放大了4倍 OK 放大了4倍 好 第二條 色經量 不錯 色經量 好 色經量回答 一個物件放在前面 4cm 4cm 是什麼 U加V加 等於F 4cm 前面 U 粒透鏡是12 所以F等於 -12 OK 所以4分1加V分1 等於-12分1 OK 做完了 V分1放在對面 -12分之1 -4分1是多少 色經量 8分1 3分1 所以F3分1 所以V就是F3 留意這個單位 答案不是分數 轉為小數 還有一個性質 MC可以抄的 自己抄下去吧 非常縮小靜立 今次MC可以抄的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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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今年 題目不抄的話 寫錯字 我不扣 有些照抄都可以亂寫 那些地方 什麼 帳的特性 選擇題 第十幾條 也有 第十八至第十九 也有 照抄下去 今次考試也是 告訴你 你夠膽寫錯字 我不給你分 任何寫錯字 都不給你分 有得照抄都可以寫錯 那你死定 簡體 你不可以 還有我改的 選擇就選擇 好 之後 第一 第三條題目 寫公式算了 我們就 對 二、二、二、三、六、T 告訴你 溫度改變 六十度到九十度 所以 一定是三、六、T 這些東西都會寫在這裡 就這樣 全部都放進去 還有 第二件事 你不用寫過什麼減的步驟給我 因為我知道你做什麼 麻煩 就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 轉移入 這個能量等於多少呢 水的功率是這個 我們用公式E等於PT OK 將上面第一個答案的寫在這裡 等於公率1200成時間 就完成了 OK 不會錯的 不會錯的 這叫 秒 秒 秒 是S OK 很接近 小光 不是小美 肉波中 主要240溫度 20度的東西 加80度的熱水 才能夠把水溫調節35度 它不寫C給你 因為C可以弱解 OK 溫度差 首先我們會知道 左邊的MC三角T 等於右邊的MC三角T OK 分別240C 溫度差 溫度差 由20度 變為35度 溫度差是15度 右邊 M C 溫度差是15度 OK 對 好 可以了 這些地方 五少數計 陳恆生 聽話 好 第五條題目 物體的凝固點是多少 這幅圖 你覺得呢 54 54 對 好 第五條題目 先回答 首先這個是形體 我那次說過 這個是固體 中間是什麼體 是 陳恆生 什麼 對 對 逆加固體 逆體加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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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 來的 考試沒有這麼簡單 逆體加固體 經過了B分鐘之後 曲線為什麼會出向水平 為什麼會出向水平 停下 我們要進抖 為什麼會出向水平 要你停下 錯 錯 錯 我告訴你 去到高溫度最低的多少 20度 為什麼 為什麼最多20度 不是 為什麼20度 還沒想到 好 這條曲線 最後一定會出向20度 為什麼 這條曲線 溫度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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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不是 很簡單 我告訴你 沒想到你個個不懂 因為失溫 你放在房間裡 最低就是20度 會低於20度 OK 不是放在房間裡 就放在別處 所以說20度 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是室溫 OK 因為它吹向了7室溫 所以溫度不會再下降 好 好 好了 現在可以回答 一個露營人士 所曬乾衣服 問你 曬乾衣服的過程 叫什麼呢 正化 對 OK 不捨 先不明白 聽著 前年 前年很多人答錯 是講時間 麻煩 曬乾衣服的時間 有什麼變化 當溫度增加的時候 留住問 溫度增加 如何影響曬乾衣服的時間 對 時間是怎樣 乾快一點 加快 時間 時間的單位不會有加快一點 對 時間少了 時間減少 OK 不要說這些其他 好 之後 你早上回答 空氣濕度增加 所需的時間是怎樣 增加 增加 最好回答的是增加和減少 風勢較大 再回答 少 減少 對 OK 得厲害 得厲害 好 第七條 今年考試有條接近的 好像是好幾 OK 很簡單 同樣都是問你 煲仔煲到貴潭 即煲到幾度 100度 OK 所以 MC三角鐵 M是4 C是4200 溫度差是75度 OK 做完 之後 問你由水變水蒸氣 水有多少能量 我們用的公式是 ML 對 L給你了 2.26x10 6次方 OK 全卷完 這個就是L 什麼 你再做 好 做 M就是4 所以4 乘以2.26x10 做完 M就是4 anyway sation 不知道 什麼時候 ML 轉變的時候 就是ML 溫度上升 就是MC三角鐵 說了很多次 OK 溫度改變 就是MC三角鐵 什麼 就是ML 改變形態 就是ML L L是比前現 你覺得是M 現在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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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不是 這是M 另一個能量 這個能量和剛才的能量沒有關係 OK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聽完這個 有時間證 等一下 可以繼續說 可以 留意一下 這些東西 順手最後和大家混發三個公式 這三個公式都算熱學的 好 問一問大家 是 我找到第二隻銀色筆 好 第一件事 能量的單位是 照耳 照耳 對 不用單位扣分 第二件事 質量單位是 M單位 即質量單位是 KG OK C和L的單位 公式表 有的了 所以我不會給你了 你煩了 溫度差的單位是 度 度 對 好 最後 還有兩個單位 P的單位是 W W T的單位是 M W W 是 W W 是 W W W P是公论 留意一点 应该没什么特别 分钟转秒你懂得转 不用写了 最后有些什么 K变回一千里应该懂 好 讲完 几好的时间